好 各位都是朋友大家午安 今天禮拜四 那禮拜四我們現在給各位錄影的時間 11點03分 今天這個大盤他是開地震盪 那昨天我跟各位說過 昨天我們在下午時段有跟各位說過 基本上目前的慣性 大概就是過高之後有技術性壓回 過高就有技術性壓回 過高有技術性壓回 所以昨天我也跟各位講過 過高有技術性的壓回 所以短線的大盤跟我講的一樣 這屬於過高後的技術性壓回而已 那後面還會再漲 這個我已經跟各位講過了 好 那在這個整理的過程 我們來看今天漲什麼 今天漲生計啦 生計目前漲一趴 那我已經跟各位講過 生計是這一波整波的波段主流 真正不會被取代的 那後面的行情 我也跟各位講過 昨天跟各位談過什麼 金融轉線會拉回 今天也像我講的一樣拉回 那電子啊 電子今天也同步拉回 可是 各位投資朋友 從我跟你講電子開始帶大盤往上的時候 他就再沒有低 而且怎麼樣 而且每次過高啊 之前還沒過8439 過8439的是誰 帶大盤過的是誰 是電子不是金融 跟這裡你看就有差別了 這裡是由金融在帶 傳產在帶 可是呢 從我11月11號跟你講 那個金融的階段性任務完成之後 他的主流地位就被誰取代 就被電子 所以說 只要過高都是電子帶 後面也一樣 後面也一樣 這個叫階段性主流 所以說後面的行情一樣會由電子來帶 那當然不可能只靠電子啦 我說過了 生計是波段主流 所以你可以發現什麼 這一今天 在整理的時候 長誰就是長生計 這個叫波段主流 好 那個別股的部分 宏達電 宏達電上禮拜五就跟各位講過了 這個短線 這一個量太大 會拉回整理 那會拉回整理 禮拜一再來測試一次禮拜五的高點之後 像我講的一樣拉回整理 好 那宏達電啊 今天還有一個重點 月線 今天月線它是收紅 這是第四個訊號 那第四個訊號啊 確認什麼 確認我前面跟各位講的 它這個開始終極反彈 這是一個確認訊號 它週線這個ABC 在前兩週 前兩週是收紅就轉折了啦 這個我已經講過了 指標結構背離 所以一定會有一個波終極反彈 那月線的部分 這一整波下來 目前處在什麼位階 這個我們保留到那個下午時段 再來跟各位說明 有興趣的鎖定我們下午時段 五點半的節目 告訴各位 目前長線在什麼位階 中線是終極反彈 那長線在什麼位階 有興趣的鎖定我們下午五點半的節目 我來告訴各位 那簡單的跟各位說到這裡 其他 我們要看盤要帶會員 其他的 有興趣的是參加我們會員 其他的就鎖定下午的時段 OK 好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的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謹慎評估並支付投資風險 有興趣的 每個人都在想得到 兩天 بة